接下来我们继续为您带来冬奥系列人物访谈 冰雪园 中国梦 让我们一起去聆听这些中国冰雪人的故事 一起憧憬两年后的北京冬奥 真的我印象特别深的 就是我从小 我爸爸也是在看电视上 然后升国旗做国歌这样的场景的时候 就告诉我 陶陶你一定要好好地去训练 然后为祖国争国 所以说我想拿奥运会冠军这件事 不是说后期慢慢的才定的 我可能四岁的时候就知道什么是奥运会冠军 2010年温哥华冬奥会上 初出茅庐的徐梦桃就拿出了最高难度的动作 徐梦桃第一跳是4.050 他第二跳是4.175 他是这次比赛当中两跳难度最高的选手 现在就要看 完成质量 只要顺利地划完 金牌不远 虽然最终位列第六 但那年的冬奥首秀 让桃子收获了更多的信心 明确了自己的方向 第一跳运会我才19岁 然后又用这么大的难度去比 然后可能大家对我的期望就是挺高的 然后走着走着比到半决赛的时候 我又成为就是第一 然后这样的逆序大家就感觉 他半决赛都第一 那只要他站了就是拿奥运冠军了 我没有那么大的期待 我其实当时想我要能拿块奖牌 我又已经赚着了 但我当时哭了 我说四年后再来 在索契和平昌两个奥运周期里 徐梦桃都是中国自由式滑雪队里 拥有最高难度的三周台选手 2014年索契冬奥会 挑起大梁的徐梦桃被视为夺冠热门 虽然决赛中出现了失误 但他仍然夺得了一块银牌 索契冬奥会对我来说是有一些遗憾的 但是也是尽我自己最大努力呢 我感觉还是没到火 我还是应该在练 是因为索契冬奥会强度非常非常大 他是预赛决赛一天比 一天跳13个三周 需要比5跳 很难保证自己一个女孩 就是在那天的比赛中 能13跳都站 或者是比赛的5跳都站 我认为我已经发挥出我最好的水平 虽然也是亚军也非常遗憾 但就是我还是尽力了 就是你只有亚军的时候 你会感觉到 我好像是稍稍再够一点就是冠军了 第二都拿了 第一还远吗 就在徐梦桃自信满满的时候 考验再度降临 2016年徐梦桃经历了严重的牺伤 不过他很快商与复出 并在2017-18赛季 再次收获年度世界杯总冠军 以自己最好的状态 迎来了平昌冬奥会 这一次 桃子抱着巨大的希望 和破釜沉舟的决心而来 然而他的第二条出现失误 最终只获得第9名 比赛摔后 我看着场地的时候 看场地的灯 看台子的时候 我真的久久的不能离场 是因为我就是 我为了自己这四年感动了 付出太多了 真的 就是因为你在索气的时候 可能拿到了亚军嘛 你会感觉到 你可能够一点 你就能够到冠军了 然后这之后 我就会更加加倍地去努力 女子最大的难度不是 4.425吗 有人跳过吗 好 我来去攻她 我来去PK她 我在26岁的时候 交叉人代又断了 我真的我就感觉 我的妈 我说不值啊 我说我这这么多年比赛 整个从 就从16年开始吧 就我伤后开始 两年的赛季啊 两三年的赛季里 就没有拿过第9的 最次最次都是第5 就一战世界杯是第5 剩下全登上领阳台 我当时真替此也感觉不值 我说哎呦 我自己就奋斗的影子 我就在我脑袋里 一直过电影 我就感觉那么热 我在那翻蹦极 当时条件不像现在这么好 保障这么好 就是感觉 一直在别人不翻 好 我自己翻三周 就一堂个 15个 20个那么翻 好 力量有一点 不咬牙的时候都响着 我一定要坚持下来 跑步的时候 那我也跑不动了 我就想一定了 就差着气都得拼下来 就是整个这边的过程 我都感觉自己太苦了 结果我拿个第九 就这样的 比完奥运会以后 我比较消极 我想我这样的状态 我说我都没拿金牌 我说2022 我根本都不可能拿金牌了 我真的得多大个馅饼 撒我头上 我能拿金牌呀 从小到四岁 就是有个梦想 拿东方会冠军 这要找三十来年了 还不容易 经历了不为人知的乡尘 徐梦陶还是凭借着 自己的坚强走出了阴影 现在的他是最强大的 梦想之花必将在磨难中绽放 2022年北京冬奥会上 永不言败的徐梦陶 将再一次向金牌 向奥运冠军发起冲击 我就是特别爱总结 我就一直在总结 我在未来 在哪几块能提高 然后我哪里不足 然后我还可以在哪方面 有更好的把握 然后好练清楚之后 我内心又开始激情了 又开始充满了热情斗志 我要回来练 我就感觉我还有空间 然后就开始 就是心态就更好了 我老天带我不薄啊 他一定是感觉 我还有空间去提高 他一定希望 我用最好的一个表现 站放在北京冬奥会上 我怎么就这么安慰自己的 我说那好 那回去就练吧 2022年我首先期待 我能平安的战略赛场上 然后这几年 可以强壮自己 然后有个健康的体特 去没有伤病 去站在奥运军的赛场 第二呢 我希望让自己 强大强大的强大 然后去非常快乐地 去想着这个过程 不仅仅是为了 悲战而悲战 然后是因为自己 真是因为热爱 因为热情 然后因为 自己想念而念 就对成就没有要求 比如说 就把最好的一面 我希望能把我练到的 所有的这些 十八般武艺 都能在北京冬奥会上 表现出来 我先在北京冬奥会上 我先在北京冬奥会上 我先在北京冬奥会上